字幕提供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新人透視很開心 主席 當然開心 很開心 我們終於請我們一直都很有好感的 白姐姐 白姐姐 是的 謝謝你們給我機會 我和你們的年輕人一起 不要這麼說 我們很開心 我目中永遠都是很年輕的 很漂亮的 就是姐姐 就好像王子華叫我做小龍女 其實只是說我老 盡數心中情我們今天可以 是的 盡數金威情我們今天 是的 為什麼一開始說金威情 我想 我們不是用政治的角度說 我們從一個人性化的角度 說一些感情問題 先問白姐姐 你為什麼金奶威呢 其實呢 我就覺得所有的男士 都是有意圖 有時去挑逗一下女生 或者喜歡女生 這些是不出奇的 這些是天性 最近 謝偉俊寫過《香港家書》 他引述一部英文的書 其實是很淺的 叫做《Sperm War》 就是精子的戰爭 那這部書呢 我很多時候都有介紹人看的 就是為什麼介紹人看呢 就是說 其實人呢 男人的本性呢 人的本性呢 譬如是有三種 最重要的第一種是 survival 就是 求生 第二種就是reproduction 第三種先進化 就是 生殖 第三種先進化 就是令到你覺得重要 受歡迎 所以第一種呢 就不用說了 吃東西 第二種都是吃 就是吃適性也 空夫之友說 那為什麼呢 reproduction呢 就是你希望是 就是後代是可以傳 延續下去 那在熊聖來講 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將你的精子 傳了下去 然後再做 那怎樣可以傳得最安全呢 就是你找不同的對象 是吧 所以熊聖的動物也好 就是 那譬如獅子 是不是比紅獅 比武獅 比武獅 狗又是 魚又是 孔雀又是 孔雀又是 孔雀是紅的才得開屏 武的也不漂亮的 是吧 鷹武又是 所以男士們都是 天生漂亮些 所以不用化妝 那女人就 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又要化妝 又要整容 那 所以男性呢 是喜歡異性呢 其實 和不斷 就是花心呢 其實它不是花心 它是那個basic instinct 就是那個本能呢 是希望多些播種 燃燒口袋 不過後天有些規限 就說要一夫一妻 其實是有少許違反自然的 所以我覺得做女性呢 有時候你就要了解 那男性是這樣的 那你怎樣去處理 是吧 嗯 那女性呢 女性會不會又喜歡很多男人 就是一妻多夫 其實都是喜歡的 不過我們 那麼多千年來呢 就有一種包袱在樹呢 就是說 當女人 你想去全後代的時候 但是 你就會大 一定會大肚 但是原來幾千年來 可能唐朝那時候 就沒有緊要 你生野仔很不行的 其實很久以前 就無所謂的很多 包括那些 好像開天闢地那些 聰明人 都是可難野仔 哦 沒有老爸那些 不講話就只是一個 就算那些什麼事 就是我們的祖先 福稀事 都是沒有老爸的 那女性呢 其實本性都是這樣的 但後天又有禮教 又要浸豬籠 又要養小朋友 所以他們克制了幾千年 有規矩時克制得很重要 但古代時沒有 例如漢朝的開國皇帝 她的老婆也好 媽媽也好 都不是一夫一妻 所以女性也是這樣的 但女性因為有一個包袱 但現在女性又可以避孕 變成沒問題 白姐姐很多元 這些是天性 所以我不覺得是那麼重要 我經常說 我時時都暗戀很多男士 白姐姐 是否暗時了 即使金麗威真的跟女助理有事都無所謂 那又不是說有沒有所謂 我想她這次的情形 第一是處理不當 第二是今次的事情越鬧越大 我覺得不是說她向女生事愛的問題 而是你有沒有說謊 還有你有沒有利用權職 就是很不尊重人的人權 利用你的上司的地位去 事愛也好 追求不遂而粉而炒油 這些問題 另外就是她處理不當 變成你們相不相信她 我看到那些調查是89%不相信她說真話 作為一個政客 其實你有沒有做錯什麼 有沒有做什麼 其實是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別人相信你是什麼 你跟不同意 你跟不同意 那些人都不相信你 你就 死定了 是 死定了 死定了 譚曉雯文 或者很多媒介都說 我對你好感 已經是事外 不是的 要看個人的性格 譬如 每個人不同的性格 說一句說話 是代表不同的東西 而且受者都是這樣 譬如 哇 Brad Pitt 現在和我 說性騷擾 什麼我都義得往 我一天都不會 義得你啊 他這麼少的 你就管 你真的 我不會覺得他性騷擾 但是 一個撈飯貓都不吃的人 小小事 我都覺得 賴蝦帽想吃天鵝肉 性騷擾阿姐 傻的 你這樣 譬如 講個人的性格 如果那個人的性情 他平時就很拘謹 不拘言笑 又覺得自己高高在上 說 我對你有好感 其實已經是很勁抽的 如果平時 好像玉敏那些 我快要跟老婆離婚了 什麼時候嫁我了 不如今晚先走房間 他這樣說 他在英文跟你說過 不是 他說這些東西 所以女生就不當他一回事 是嗎 因為他在議會上都可以擲招 那有什麼不做得出來 是嗎 他只是說而已 他未必會做的 因為擲完招之後 在後台 後面又跟官員 是 兄弟而已 玩一下而已 拍一下 即是不能一刀切 或者一條通書看到腦 如果你說 跟女生說到很多甜言蜜語 我覺得女生也未必 當你是性騷擾 她說 你個傻鬼 你想騙我 請你吃東西 都不行 白姐姐 很開通 是啊 不會這樣硬斑斑去看問題 你說金乃威 其實最壞做的男人 最大忌是什麼 我覺得他 其實他 大忌 一般來說 其實都不是代表我的意思 就是說 喂 你有老婆 那你是否以權謀私 要單獨跟女生去吃飯 然後說對別人有好感 加上阿譚 鄉文 鄉文 就說了那些說 哇 我又跟老婆的感情又不好 十幾年又不行 這樣說起上來 而那個女生就避開她 因為 阿甘威最嚴重的 就是那次開記者招待會 即是李慧寧的記者招待會 是 我以前是非常信她 而且都幾同情她 但是聽過記者招待會的時候 即是來到偵察她有沒有說謊呢 那我就覺得 就是金乃威其實 表面上她很頂 覺得自己說得很好 但是 難怪人家是不信的 因為如果你們有留意一下她 她說那些東西的情形的時候 她的眼睛是斬幾百下 斬得很厲害的 喂 阿白姐姐說我這裡真是肉霸不能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跟阿白姐姐聊天 我們盡數金威情 哈哈哈